好的各位观众老人们打的早上好 中午好玩伤好 我是国际解说 哥老师 好多人要求我解说自己的对决 我也不是不想解说 只是我的这个对决质量是有那么点低 我打了几百盘的前提 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 让我赢了一个看起来比较厉害的对手 但实际上我觉得他好像又不是很厉害 但至少他的排名看起来挺高的 但你们可能都已经注意到了 我的ID对吧 就是威力王赐我的四字真言气势如虹 但实际上我虽然学习的气势如虹 但是我的打法依旧是怂如老狗 但是这个ID其实很重要 他会给对手一种信息上的误差 对手总以为我要气势如虹一波冲过去干死他的时候 我突然又怂了 有用吗 当然有用 对吧 对手看你气势如虹的肯定要请你吃生龙 那这个时候你怂了 是不是可以直接反他一大波 对不对 就光靠这个名字 我在短盘的对决里面就拿到过很多 由信息差造成了误差 取得的优势 注意一下我现在快死了对不对 他突然找我赌命 他划铲我 就这个时候 他认为我气势如虹一定要按键 但实际上我怂如老狗在厕所里一动不动 一直等到他失误出现我再弄死他 像这么一说你是不是觉得我的ID特别的有用 但实际上对手是个韩国人 他压根就看不懂 好了 现在很快到了第二灯 你看对吧 我点完一个中角 我有力吧 我有力 但是呢 我不压 这样我就已经取得了一波血量的优势 但没想到他第二次还是压了 这个时候我再怂也得压一压 对不对 你不能总是不压 这个是得有个平衡的 那像这种波被跳了 基本上就可以见上帝了 晕点用特别的高 对手打我一个拆 哎 这里死定了 对吧 对手无论是点我下载 还是过来投我 以我怂如老狗的性格 肯定是不动的 随便你怎么责我 我这一灯我不要了 我留能量下一灯 好那开局的时候呢 手上能量很多 对吧 先烧一格气 常规开局 然后看到对手起跳 马上跳起来截他 截完以后呢 我又被凹了 我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凹 但我不能放弃我的压制 但实际上这里有个更好的选择 是用剪刀脚 用一个慢一点的 这样就有个好处 一来可以躲对手的一个生龙 二来呢 是可以追对手厚厚的 但是这一波我显然经验不足了 就导致了给了对手一个巨大的机会 关我一波厕所 但是他很快就 阴太行为之了吧 下心拳对空 想多了 这是老板们的事情了 这里下重拳对空 第二次成功 防住对手的生龙 怂如老狗 其实将军的下重拳对空以后 后面是没什么东西可以打的 但是这个兄弟呢 他忍不住了 他忍不住 那也只能说对不起了 不要在将军买资源的时候 你这样打 半管学起步 知道吧 好了 那因为第一局 他给了我很多机会 他自己愿意生龙独自升天 对吧 在自己跳个厕所什么的 各种阴太行为 让我拿下了一局 这么一说 我是不是有智慧可以迎代 那上来这一局 他不含糊了 我没自愿 他也没自愿 他攻的比我凶 中角直接给到碎康 这一下是因为 他中断以后 会有一个按拆头的习惯 我直接瞄准了一下 用中角去康他 然后这一波卡到晕点了 那这个时候的处理呢 我就选择了 前前看他有没有后跳 如果他后跳的话 你就跳起来截他 结果他也没有 然后他突然一个狭曲子我脸 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他考验我老年人的反应 可能觉得我年纪比较大 反应不过来 但是我偶尔也是会有一些直觉在的 对吧 我虽然不敢说自己是靠反应来的 有时候直觉就是这么准 那这一局呢 我通过一个打拆 直接是一整波把对手给摁死了 还是非常不容易的 好 那现在到了第二灯 上来他先丢我一个标 不急 将军这个角色对线 所有比自己手短的角色 都可以等对手过来再打 那他在这里呢 忍不住想要用中角打我拆 结果呢 反过来被我打了个拆 因为那个距离太近了 他又忍不住按拆头了 这里走我身后 我这边选择抢招 但是反应还是比别人慢一点 上年纪了 他用划铲偷针 我看到地上有个零 选择交V闪 这个V闪是可以直接把位置换出去的 以前一吹这个VSR很有用 现在这个版本碰到V闪 啥用没有 然后在这里呢 看自己还差一点槽 本来是想爆VT的 结果爆不出 再交一个V闪 一吹的所有这种放置道具 都会被V闪解掉 其实挺难受的 这样转念一想 博迪那个是不是也可以 那我这里防住他所有的VT之后呢 也就意味着我反击的时间到了 他没有任何的资源 我一脚铲过去 然后EX摸大脚没摸咒 没关系还有一脚滑铲 在我的概念之中呢 如果将军有VT不滑铲就是犯罪 所以我一定要铲 还能磨点血料又安全 最后对手没有发现 他自己手上飞镖已经用完了 丢出了一个镖以后人没了 好了啊 今天也已经展示完我怂如老狗的打法了 那这个素材几乎是用我羊兽换来的 下一期也不知道猴年马月了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当你看到这的时候 说明你已经看完了整支影片 恭喜你 正式成为了一名具有国际眼光的 国际型观众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要订阅我的频道 如果你不喜欢我的视频 那你只能是喜欢我的对不对 那就更加要订阅我的频道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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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